上一节课我们学习了成本法 转换为权益法的第一种情况 也就是因投资方处置部分股权 从而散失对子公司的投资 而由控制转为具有重大影响 或者对合影企业的投资 包括在个别财务报表中的处理 以及在合并财务报表中的会计处理 应该说属于比较重要的 而且是有一定难度的一个知识点 那前面所讲的是成本法转换为权益法的第一种情况 属于主动的散失控制权 什么叫主动的散失控制权呢 比如上一节课我们举的例子 原先持股比例20% 然后投资方处置了部分股权 从而散失控制权 那么今天我们下面学习第二个问题 那是被动的 投资方因其他投资方对其子公司增资 而导致有控制 转为具有重大影响 或者是对合并财务投资 这是被动的 为什么说是被动的呢 我们并没有处置股权 而是因为其他投资方 单方面对子公司进行增资 从而使投资方 原先持有的股权被稀释 有控制 转为具有重大影响 或者是对合并企业投资 那这个支持点呢 我们教材上没有 属于给大家补充的内容 其实在中级会计支撑教材里面 有这个支持点 我不清楚为什么教材 没有把这个问题呢 补进来 属于需要掌握的内容 那么对QR这种被动的散事控制权 怎么去理解呢 我先画一个版书 给大家说明一下 比如原先假公司 取得乙公司1.25亿股股票 每股价格10块钱取得的 占乙公司的股份 60%的股份 对乙公司具有控制权 另外一个是丁公司 持股比例40% 具有重大影响 我们今天讲的是假公司 占在假公司角度 原先是控制 然后今天乙公司 向另外一个非关联方 比如说丁公司 进一项增发股票 3亿股 每股发行价格12元 丁公司原先总股本是2亿股 现在增发3亿股 总共其实5亿股 丁公司3亿股 占5亿股的比例 是60% 达到控制 同时 假公司呢 由原先的60% 下降到24% 虽然它没有处置 还是1.2亿股 但是此时总股本是5个亿了 所以持股比例被动的稀释 从而散失控制权 那今天我们讲的就是假公司 在这种被动的情况下 散失控制权 如何进行快捷处理 当然了 这个丁公司 也没有同比例增资 所以它的股权也被稀释了 这个也是被动稀释 稀释到16% 你可以算一下 原先是8000万股 40%是8000万股 现在是5亿股 总股本 所以它占16% 丁公司怎么做 我想跟大家说明一下 我们已经学习过了 丁公司原先是重大影响 假定啊 现在假定 被动稀释以后 依旧是重大影响 这个事儿 在前面权益法里面 讲的一个问题 叫内行商与的结转 已经讲过了 它的快捷处理 视为部分股权 间接的处置 将其间接处置所得 减去间接处置 结转的成本的差额 进入资本攻击 当时我们讲过这个知识点 进入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这也是被动稀释 那么今天我们讲的情况 和前面不一样的 前面学的丁公司是 权益法被动稀释以后 还是权益法 还是权益法 今天不是 假公司原先是成本法 现在被动稀释以后 变成权益法 在这种情况下 假公司 我们今天主要讲假公司了 假公司怎么做 我记得我在前面 讲过一个问题 我说曾经 我在编那个青丝的时候 编过一道题 就是这种类似的题目 问假公司怎么做 丁公司怎么做 相对来讲 比较复杂的一个问题 好 那下面我们今天呢 专门讲假怎么做的问题 投资方 也就是刚才我们画的 那个版书 假公司 因其他投资方 丁公司 对其子公司 那个乙公司增资 导致本投资方 持股比例下降 有60% 下降到24% 从而30控制权 但是能够实施 共同控制 或者重大影响的 也是分别 个别财务报表 和合并财务报表 经营会计处理 当然今天 我们这儿的 合并财务报表 其实比较简单 不像上一节课 讲合并报表 那么复杂 所以今天这个问题呢 不是太难 大家不要有思想顾虑 一看到合并报表 哎呦 头大了 上一节课 折腾了半天 那么又来合并报表了 不用担心 我们这儿的合并报表 没有什么其他内容 那下面我们先看 个别财务报表 在个别财务报表中 因为30控制权 转为重大影响 所以从成本法 转为权益法 那怎么处理呢 第一步 按照新的持股比例 结合刚才画的版书 新的持股比例是24%了 确认本投资方 贾 因享有原子公司 以 因增资扩股 而增加净资产的份额 享有多少呀 人家增加净资产 增加多少啊 那个丙公司 增资3亿股 每股12块钱 那就是36个亿 那也就是说 贾公司今天 增加净资产的份额 36个亿 乘以24% 这个也把它理解为 其实就相当于 它的所得 因为被投资 它没增资了 我现在虽然 持股比例下降了 那我持有 我享有24% 那我这里面36个亿 我得享有24%吧 我在这写一下 增加净资产的份额 等于36个亿 乘以24% 86400 然后与 因阶段持股比例下降部分 所对应的长期股权 都是原扎命价值的差额 记录当期损益 下降部分 大家想一想 下降了多少 原先是60% 现在到24% 下降了36% 这36%这一部分 所对应的长期股权投资的原扎命价值 是多少 给大家也列个式子算一下 等于 原来那个长期股权投资 扎命价值 我前面举个例子的 假定当初 假定当初 假公司是花了1.2亿股 乘以10元取得的 当时按10块钱取得1.2亿股 进入长期股权投资 这是它原来的总成本 今天下降的部分是36% 这一部分 所对应的扎命价值 不能直接乘以36% 应该是36比上60% 7万2 两者之间差额 记住当期损益 其实就是投资收益 那这什么意思呢 把这个本质问题搞清楚 原先60% 市委处置了36% 还剩下24% 那你的所得是什么呢 被投资单位 原子公司 增加了净资产36比亿 我持股比例 现在下降了24% 那我就享有它的24% 这个相当于是你的所得 我享有它 那我的代价是什么 我的持股比例少了36% 36% 原先60% 对应的总成本是12个亿 那你36%是多少 按比例算吧 我写个试词 大家看一下 原先是12个亿 对应的是60%的股份 对吗 你现在处置了36% 对应的是X的股份 X的金额 成本是多少 或者说占面价值 这不就按比例算出来吗 就行了 所以算出来是7.2个亿 好 两者之间差额 其实就相当于处置了 记住当期损益 也就是投资收益 好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然后按照新的持股比 多少 那就是刚才所说的24% 因为你现在是24%了 市同资取得投资是 原投资 就是取得那个原投资 当初那个投资 就采用权益法 进行追溯调整 也是追溯调整 和上一节 所讲的内容一样 待会我给大家举例 一次来说明 追溯一下 第一件事 初始投资成本的比较 成本大约风格不调整 成本小约风格流程收益 第二件事 过去期间的 被投资单位实现基地论 我要确认投资损益 第三件事 有没有其他综合收益 第四件事 有没有其他资本攻击 其他权益变道 那这就是追溯调整 调完以后 调到这个今天 这个点上 实际上就把前面 全部视为24% 持乎比例 计算了他的 权益法的核算的过程 追溯完成 从此以后 那就是权益法了 其实原理和前面是类似的 这是个别财务报表 合并财务报表 你看我们这都没有说什么 那是因为 在合并财务报表层面上 原先贾公司对乙公司 是纳入合并报表的 那现在不纳入就行了 按照合并报表处理 散事控制权 不再纳入合并报表 就OK了 好 那下面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 2021年1月1号 贾公司以每股10元的价格 取得乙公司1.2亿股股票 拥有乙公司60%的表决权股份 时间是2021年1月1号 对乙公司实施控制 单日乙公司可别任 净资产光影价值与 占面价值均为16个亿 总股本是2个亿 2023年4月1号 2022、2023两年多的时间过去了 4月1号这一天 乙公司向非关联方 顶公司定向增发3亿股股票 每股增发价格12块钱 增资36个亿 相关的增资手续单日完成 甲公司对乙公司持股比例 下降为24% 散事控制权 但仍然具有重大影响 2021年1月1号 至2023年4月1号期间 乙公司实现金利润4个亿 其中21年至2022年 实现金利润3个亿 其实就是告诉我们 2023年1到3月份 实际上是有1个亿 要分段的 除上述之外 乙公司无其他影响所有的权益 变动的交易或事项 我把问题简单了 考试题要 这儿就复杂一些 有其他总额收益了 有其他权益变动了 等等 按照金利润10% 即提取法定言语攻击 不计题任意言语攻击 不考虑其他因素 那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甲公司今天在个别报表上 怎么处理 这个题目没有从开始做 如果让你编制 2021年1月1号的分路 那当时应该怎么做 还涉及到 这是非统一控制 还是统一控制的问题 我们甲林当时 取得乙公司是非统一控制 那就按照12个亿 12个亿 作为它的投资成本 借长期股权投资 12个亿 带股本 然后带资本供给 股本一价 那么今天我们讲的是 哪个时间点呢 是2023年的4月1号 这个点上 散事控制权 这个点上 这个时间点上 甲公司怎么做 因为我们今天 作为一个立体啊 就讲这个点怎么做 第一步 我们先算一下 按照比例 截转部分股权投资 占边价值品 确认相关损益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确认的损益 怎么算 等于前面讲过了 因增资扩股 而增加的净资产的份额 这是我的所得 我相当于 间接地处置了 其实和前面讲的 权益法下内含商欲的处理的 这个道理是类似的 也是视为间接处置 实现的所得 然后减去按直股比例 下降的部分 下降是36% 它所对应的原扎边价值 其玩二 这个就相当于我的代价 我这一部分股权少了 我视为把这个36%处置了 则相当于间接处置 而截转的成本 两者之间一个差额 记入投资收益 我视为部分处置了 编制分路 借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成本明晰科目 因为我们现在是什么 权益法了 要写明晰科目 我们并没有注意这个地方 我们并没有获得银行存款 如果我是处置了 那是借银行存款 我们今天不是 我们以30% 36%的代价 获得了这么多的份额 作为我的投资成本 权益法下的投资成本 借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成本 86400 代价带成本法下的 长期股权投资 72% 差额记入投资收益 没完 这是处置 相当于36%的 那个部分 然后还深下的 我们总成本是12个亿 12个亿 那么还有深下的 要截转一下 截转到投资成本明晰科目 里面去 这样呢 摇身一变 纯粹是权益法 权益法下 长期股权投资 要有明晰科目 成本法下 没有明晰科目 所以我们今天 所学的内容 前面都是基础 我们前面在第二节 长期股权投资的 初始伎俩 第三节 长期股权投资的 后续伎俩 都是基础 第四节呢 应该说都是 前面的一个提升 前面基础打好了 这块就学得好 好 那接下来 第二件事 就是刚才所说的 从此我们就开始 追溯调整了 自取得投资 那个点上 采用权益法 核算 当然要做一件事 成本与份额的比较 原投资点 成本和份额的比较 这个成本 86400 加上4.8个亿 13个多亿 我们再看一下 在原投资 那个点 16个亿 16个亿 然后乘以持股比例 24% 成本是大于份额的 所以不需要进行调整 那就不用管它 那接下来 根据这道题 实现的经历一润 总共是4个亿 我们现在持股比例 24% 相应有9600万 借长期股权投资 损益调整 其中 三个亿是 以前期间的 一个亿是本期的 那就记住投资收益 以前期间的 记住流程收益 就可以了 好 从此以后 因为这道题 只是给大家讲个道理 没有其他综合收益 没有其他权益变动 等等 不用管它 从此以后权益法 然后后面就是权益法 该怎么做怎么做 就可以了 好 这是给大家补充 这道题再说明一下 那其实到这儿为止 有关成本法 转换为权益法 两种情况 那就讲完了 第一种情况 是主动的散事控制权 我处置了部分股权 第二种情况 是被动的散事控制权 是股权被稀释 所以这一块呢 请大家注意一下 今天这个问题 学习完以后呢 千万不要与前面 给大家曾经说过的 丁公司那个事混在一起 丁公司当时是权益法 还是权益法 被动稀释以后 还是权益法 今天是原先是成本法 被动稀释以后 变成权益法 所以我有意的在这道题里面 把两种情况 放在一起说一下 比较一下 顺便说一下 前面我们曾经学的 有关丁公司 原先权益法 后来被动稀释以后 还是权益法 当时我们也是 视为那个减少的部分 持乎比例的那一部分 视为间接处置 那个差额是记录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今天我们刚才已经学习过了 那个差额是视为处置了 散事控制权 寄到投资收益里面 有同学可能想 那这两个为什么不一样 我现在就记着的是吧 为什么 其实有一个道理 我们原先丁公司 其实权益法 本身还是权益法 并没有发生转变 所以那个地方是涉及到 被投资单位 其他所有的权益的变动 我们在权益法里面 学过这么一个指示点 大家听清楚 被投资单位除了净利润 除了其他综合收益 以及利润分配以外的 所有的权益变动 包括被投资单位 由于其他方的增资 所引起的所有的权益变动 都属于其他的权益变动 既然是其他的权益变动 在权益法下 是记录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而不是投资收益 因为这是权益法的要求 今天我们这情况不一样 我们原先是成本法 现在不是成本法 权益法 这个是视为处置了 所以此时的差额是记录 投资收益 所以这个两点 注意一下 要区分开来 计算的原理是一样的 但是不同的环境 最后的处理的要求不一致 给大家提醒一下 其实就是比较一下 你区分这个问题 课下你也可以画一个表 把这两个问题总结一下 学习以后把它总结一下 好 那么到这为止 我们有关成本法 转换为权益法 两种情况就讲完了 其实也属于第四节里面难度最大的内容 接下来后面内容 其实就没有前面难度那么大了 所以大家要有这个信心 下面我们来看第二大问题 第二大问题叫反过来 权益法转换为成本法 原先持股比例40% 追加投资20% 达到控制 所以由权益法转换为成本法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 在第二节里面 第三个问题 对子公司投资的初始伎量 因为打到控制了 对子公司的 控制就是子公司 对子公司的初始伎量 长期股权投资 初始投资成本是多少 在那儿都提到过 那下面呢 我们分两种情况 再详细的说一下 首先第一种情况 40%加20% 最终控制是统一控制下 共和平 这个问题 今天是复习 因为在第二节里面 已经讲过了 还有例题 所以在这儿 不写分路 不写立题了 第一步 确定 此时 达到统一控制下 企业合并 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 它的初始投资成本是多少 只要你是统一控制 长期股权投资 初始投资 这么必须是什么 必须是 合并日这一天 被合并方 所有的权益 在这种控制方 合并财务报表中 账面价值的份额 题目会直接告诉我们 这个账面价值 乘以持股比例 就是你的初始投资成本 好 这个事情是学习过啊 不再展开 另外请注意 那如果被合并方 是最终控制方 从以前年度 从外部级三方 收购而取得的 此时 长期股权投资 初始投资成本 等于 被合并方 在合并日这一天 按照购买日 公允价值 持续计算的 净资产的价值 乘以持股比例 另外 再加上 两年前购买日 最终控制方 当时取得被合并方时 形成商欲 如果你现在又不清楚了 把前面刻线再切一下 我们今天 不再重复了 好 这是 第一个问题 初始投资 此时达到控制时 初始投资成本 怎么确定 第二个问题 初始投资成本 与合并对价的 账面价值 两者之间差额 这个差额毫无疑问 记入所有的权益 如果是贷翻差额 增加资本攻击 如果是贷翻差额 充减资本攻击 不足以充减 充流存收益 谁和谁的差额呢 刚才在第一步里面 确定的 初始投资成本 于达到合并前 40% 长期股权投资 它的账面价值 加上 合并日进一步取得股份 比如又取得20% 支付对价的注意 还是账面价值 账面价值 加上账面价值 然后于初始投资成本一个差额 这个差额 记入所有的权益 这个都不再展开 我们在前面讲过了 也举过例子的 接下来第三个问题 这是个新问题 当时没有讲 大家想一想 原先40% 今天追加20% 达到控制 那原先40%是权益法 权益法下 可能涉及到 其他综合收益的确认 被投资单位 因为某种原因 增加其他综合收益 或者减少 我们也相应的按比例 增加减少 那么今天我达到控制了 那我原先权益法下 我那个其他综合收益 今天怎么办 凉拌 不用管他 不需要进行会计处理 为什么呢 我想说一下 你先原先40% 是不是长期股权投资 你追加20%以后 是不是还是60%了 你是不是还是长期股权投资 还是长期股权投资 60% 那么这个 没有夸见 没有夸见 还在长途里面 研究说你原先长期股权投资下 权益法下 有其他综合收益 今天达到控制时 注意个别报表 合并报表不是这样的 合并报表 等我们学合并报表再说 今天只讲个别报表 那么在个别财务报表中 曾经在权益法下的 其他综合收益 不要截转 不用截转 就挂在那 等到什么时候截呢 你将来把这个60%股权处置时 那是很久以后的事 我今天才刚刚达到控制 那么到未来 你散事控制权 你处置这个股权的时候 按照与被投资单位相同的基础 进行快捷主义 这个大家听得懂 什么叫相同的基础 那就是说 你原先 被投资单位这个其他综合收益 能够进损益的 我们就转到投资收益 如果被投资单位这个其他综合收益 叫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那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今天我40% 达到 追加20% 达到60%的时候 那我曾经在40% 权益法下 确认了其他资本攻击 我今天要不要截了 可刚才三 一个道理 都不要管它 因为我们现在还是长头 不用管它 虽然我现在是成本法 和算 不用管它 什么时候处理呢 和刚才道理一样 处置时 等你将来什么时候 散事控制权 处置时 转到投资收益就可以了 今天不用做分装 所以呢 三和四都非常简单 不要做的 好 那么括号一就讲到这 下面括号二 这个也是多次交易分布实现 只是非同意控制控股合并 还是讲40%加上20% 等于60% 这个我在前面 只是简单的说了一段话 所以今天在括号二里 我会详细说了 在前面我讲的比较少 那下面我们看第一个问题 在购买日达到控制 非同意控制 今天那就称之为叫购买日了 此时长期股权投资 初始投资成本怎么确定 你是非同意控制 长期股权投资 初始投资成本 等于原先权益法 下是40% 长期股权投资 截止今天的账面价值 加上今天追加投资 20% 所支付对价的公允价值 两者之和 作为此时 60%股权的初始投资成本 这个在前面讲过 我们现在还是完整的 说这个问题 账面加公允 两者之和 构成达到控制时 长期股权投资的 初始投资成本 给大家写个版数 账面加公允 在第二节里面学习过的 接下来第二件事 这个就前面都没有讲到 为什么我在前面 这个都没有讲呢 因为在当时 学第二节的时候 我们只是说 只是学习初始伎量 没有学习权益法 所以我把这个知识点 移到后面来了 我们教材呢 前面提到 我是把它移到这一节 等我们权益法 学习完了 我们讲这问题 就很好理解 第二个问题 曾经在40%的情况下 权益法下 可能有其他生活收益 是不是 那么今天打到控制时 这个其他生活收益 怎么样 和刚才统一控制 完全一致 不用处理 也就等到将来 你处置时 和背投资单位 相同的基础经营会计处理 口径是一致的 个别报表 都是这么做 第三 其他所有权益变早 也是一样的 在购买日之前 权益法下 当时可能确认了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今天在达到控制时 都是不进行快捷处理 等到将来处置时 转到投资收益 多简单呀 是不是 好了 那么讲完以后 我下面举例子了 假公司于2022年1月1号 以9000万元取得炳公司30%的股权 以银行存款支付并采用权益法 取得股权当日 炳公司可别认净资产 扎面价值与光源价值均为2.7个亿 当时是权益法咯 2022年丙公司实现金利润1580万 未分配现金股利 没有内部交易 除所实现金利润之外 丙公司于2022年8月份 购入乙公司股票成本是1000万 指定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这要看到指定 这是个标志 至2022年12月31号上位出售 公营价值1200万 上升2000万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 2022年丙公司 除了净损于其他综合收益 以及利润分配以外的 其他收益的权益增加了500万 这不就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吗 到这为止 都是权益法的核算 那今天我们在这 假立体就可以了 假权益法了 而且很详细的说明 在第二节里面 没法举这个例子 2023年1月1号 假公司又以8000万 从外部取得丙公司 另外25%的股权 当然 丙公司可变成金资产的 公营价值是三个亿 取得以后实施控制 2023年1月1号 假公司原持有丙公司 30%的股权的 公营价值9600万 这个9600万 有同学问 这个是干什么的 误导你的 我们刚才说 要按照扎面价值 这是给的是公营价值 当然等我们学习完 合并报表以后 这个9600万 又能用得上了 因为合并报表 有合并报表的要求 这暂时不讲合并报表 我们教材 把这个支持点 是按在合并报表 那个地方 所以我们这没有 我就不讲 其他资料如下 全一 假公司和丙公司 对实现金利润 均每年按照10% 汲取盈盈攻击 另外在 对取得丙公司 股权投资之前 不曾在任何官邻方 关系 还有假公司 对丙公司的长期 股权投资 没有发生减质 不考虑其他因素 要求第一 计算假公司 对丙公司的 长期股权投资 2022年12月30 这个抓命价值 这是权益法的要求 按照权益法计算 并编制分路 其实在考试题 我们在做题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一般是 先把分路写完 再来算 抓命价值 这样更 更好一些 我们按照这个思路来 第二步 第二题 第二个要求是 计算假公司 追加投资以后 1月1号 2023年1月1号 个别报表人 抓命价值 其实就是打到控制时 账面 加光云了 是不是 顾好三 编制假公司 2023年1月1号 有关对丙公司 投资的会计分路 下面看要求 第一个要求是 先计算 账面价值 然后编制分路 还是我刚才讲的 先把分路写出 在2022年取得时 悬疑法 借长期股权投资 民息科目 投资成本9000万 带银行存款 然后 实现经历润 1580 不需要调整 借长期股权投资 损益调整 带投资收益474 根据题目的条件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上升200万 我们持股比例 30% 60万 借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生活收益 60万 带其他生活收益 第四 被投资单位 其他权益变动 增加了500 乘以30% 150万 我们这边是借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变动 带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这是第一题 第二题 追加投资 追加投资的账面价值 等于 这什么呀 这就是刚才 我刚才这个忘记说 分路写完以后 画一个丁字形账户 加一下 或者说你就直接计算 去清一下 加价减减 算出来是 账面价值是 9684 那么今天第二小题 此时达到控制时 账面价值 加公允 这个是30%的部分 原来的30%的部分 然后今天追加投资 是25%的部分 25% 按照公允价值 银行存款 那就是8000万 那就是公允价值 如果是以固定资产投资 以无形资产投资 题目会给我 扎面价值 也给我公允价值 那这个时候 按照公允价值 结果是17684 接下来第三件事情 编制分路 达到控制 不要写明习科目了 借长期股权投资 17684 贷银行存款 这是25%的部分 然后代方代什么 把原先权益法下 相关明习科目 从相反的方向 全部截转 那这个实际上什么 是账面价值 大家注意一下 这是账面价值 账面加公允 所以我们这是账面加公允 17684 这样就完成了 另外 我们原先在权益法下 有这个其他存活受益 有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今天达到控制时 都不需要 截转 暂不进行快捷处理 OK 那就完成了 这就是有关权益法 转换为成本法 并且是非统一控制控股合并 因为是非统一控制控股合并 所以我们这一块 是账面加公允 确定它的初始投资成本 好 那么到这儿为止呢 我们有关权益法 与成本法之间的转换 就讲完了 上一节课 我们前面讲的是 成本法转换为权益法 分两种情况 主动散事控制权 还有被动散事控制权 然后刚刚我们学习的是 权益法转换为成本法 包括达到统一控制 长期股权都此 包括第二种情况 达到非统一控制 两种情况都要掌握 好 那么到这儿为止 成本法和权益法之间的转换就讲完了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问题 这个就是夸件了 金融资产与长期股权投资之间的转换了 前面一和二都是长期股权投资 那没有夸件 成本法 权益法 权益法 成本法 那么三就不一样了 原先是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然后转为长期股权投资 或者反过来 原先是长期股权投资 转为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同时长期股权投资 可能有成本法 可能是权益法 所以下面 我给大家整理一下 我没有按照教材的那个顺序 教材一二三四五 没有体系的 这个思路比较乱的 所以我在这给大家重新整理一下 前面第一个大问题 成本法转为权益法 第二个大问题 权益法转为成本法 两种情况 然后今天第三个大问题 它俩之间怎么转化 我们来看一下 先看第一 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转换为长期股权投资 原先是金融资产 比如谁啊 那都是股权了 要么是交信金融资产 要么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所以我们这一章在学习时前面 给大家补充的内容 基础知识要掌握 那今天追加投资了 比如说原先是5%的股权 今天追加了20% 达到重大影响 所以转为长期股权投资 并且是权益法核算 或者另外一种情况 原先是5%的股权 今天追加50%等于55% 达到控制 那甚至还有可能是成本法 权益法 甚至还有可能统一控制 非统一控制 一般情况下考的非统一控制 比较多一些 或者反过来第二种情况 原先是长期股权投资 处置部分股权以后 不再控制 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 从而形成金融资产 比如原先持股比例30% 处置25%以后 还有5% 不再具有重大影响 所以此时是金融资产 也可能是什么金融资产 交信金融资产 也可能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根据题目的条件 或者说原来是60% 处置55%以后 还剩下5% 意思也就是说 原来是成本法控制 30%55%的股权以后 30%控制权变成金融资产 所以细分下来 有这些不同的情况 其实别看类型很多 你只要掌握成本法怎么合索 权益法怎么合索 金融资产怎么合索 就可以了 那下面我们一个一个 给大家来说明 先看第一大类 光云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转换为长期股权投资 转换为长期股权投资 又分两种情况 一种是权益法 一种是成本法 所以下面第一种情况 转换为长期股权投资 权益法怎么做 比如刚才举的例子 原先持股比例5% 然后追加20%以后 等于25% 具有重大影响 第一件事 此时 具有重大影响时 25%的长期股权投资 初始投资成本怎么确定 我们下面看一下这段文字 投资企业对原持有的 被投资单位的股权 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 或者重大影响 而是按照金融工具 准则进行会计处理的 也就是说这个5% 可能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也可能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今天因追加投资等原因 导致持股比例上升 比如增加20% 具有重大影响 那么就要改为权益法核算 应当在转换日 按照什么 按照原股权公允价 谁 5%那一部分 加上为新取得投资 而应该支付对价的 公允价值 谁 20%那一部分 公允加公允 作为初始投资成本 为什么是 这个时候叫公允加公允呢 大家还记得 我们前面学过一个知识点 前面一个知识点是40% 追加20% 达到控制 那个是叫账面加公允 是吧 那是因为不跨界的 还是长期股权投资 全一方 转为成本 今天不一样 今天原来是金融资产 现在变成什么呢 长期股权投资 超出金融资产的范围 那么此时必须是公允加公允 5%的公允 今天的公允价值 为什么这样来处理呢 给大家说明一下 因为跨界了 所以呢 我们视为原来的5%的股权 先全部处置了 我没有金融资产 然后再追加25% 啥意思啊 我原先5%是吧 今天追加20%等于25%了 我视为先处置5% 然后再够进25% 具有重大影响 那么够进25%不就是一个5% 一个20%吗 都是今天够进来的 当然都是按照光云加光云了 就这么简单 那就这样的理解 你就记住了 理解了 自然就记住了 只要是夸界的 你就视为就全部处置了 先把5%处置了 然后再够进25% 我结果还是25% 是这个意思 既然这样 把初始投资成本确立以后 那接下来就是权益法了 权益法下该干嘛干嘛了 权益法下请注意 后续计量 刚才其实是相当于是初始计量 那么后续计量 第一件事 比较初始投资成本的调整 比较成本的份额 成本大于份额不调整 成本小于份额 引以外收入 这个是引以外收入 因为是今天刚刚达到重大影响 权益法的开始 所以这些记住 他们小于份额 记住引以外收入 然后从此以后就权益法了 那以后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了 所以在这呢 我给大家 这样的解释一下 解释一下 就是初始投资成本 这个确定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原持有股权的公允价值 原来不是5% 我是让公允价值转到长期股权投资里面的 那么和这个金融资产 扎面价值的差额怎么做 原来这个股权 你要么就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要么就是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 对不对 如果你是原来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今天 我是为你处置了 5%那个股份处置了 所以公允价值与占面价值差额 进入投资收益 反之 如果你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5%那个部分 我也是为你处置了 大家想一想 如果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处置 处置时 公允价值与占面价值差额 本身是进入留存收益 不可以进入投资收益的 另外 原先累积的公允价值的变动 是既在其他中国收益的 都是转到留存收益 所以这没有什么复杂的 并不是很难 你把这个基础打好了 这样一块都很好理解 做题目的时候 你就看你是什么样的金融资产 就可以了 我希望考到这种类似的题目 这是我们拿分的地 其实等我们学习完长期股权投资 再来学金融工具的时候 我想告诉大家 金融工具里面 关于金融资产的会计处理 在那一节是算最简单的东西 算最基本的内容 最基本的问题 其他的那些文字 文字性的东西 比我们这一战难多了 所以我们可能刚开始学的时候 一下子比前面固定资产 从货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那把高了一下 确实是这样 内容也挺多的 是不是 我们今天可以这么说 今天我们长期股权投资 这一张的内容 超过前面 那几张内容 从过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实际上是这样的情况 内容多 也复杂一些 所以大家呢 一个适应的程度 其实等我们学习完 长期股权投资以后 你有一定的看压能力了 我们再来学习金融工具 因为下面接下来 第二座大商 就是金融工具 等我们学金融工具的时候 你回头来看 回头看 你就觉得 长期股权投资 他的学习啊 那就不是个事了 从难易程度上比较 不是个事了 这是个循序监进的过程 所以虽然现在我们感觉 有点难度 但是我觉得这种难度 是我们能够克服的 能够解决的 好 这是第二件事情 下面我们结合教材 例题来看一下 甲公司2005年 2月份取得乙公司 10%的股权 对乙公司不具有控制 共同控制重大影响 将其指定为 只要看到这个 那就是什么 其他权盈工具投资 900万 教材上没有分路 我给大家补充一下 在2005年2月份取得时 借其他权盈工具投资 成本 别忘了啊 成本明星科目 900 带银行存款 然后2005年12月31号 假定这一天的公营价值 是1300万 1300万 10%的股权 那公营价值就上升到400万了 借其他权盈工具投资 公营价值变动400万 代其他总额收益400万 那接下来 继续看题目 这是把那书山的题目 我补充一下分路 2006年3月1号 假公司又以1800万 取得已公司12%的股份 那就22%了 这一天 净资产的公营价值1.2个亿 取得这部分股权以后 能够参与进行决策 采用权盈法核算 2006年3月1号 假公司对已公司 股权投资的公营价值 那个10% 追加投资是公营价值1300 你有没有注意到 我在这刚才已经假定是1300 说明什么呢 说明从2006年1月1号 到3月1号 这两个月里面没有变到 没有发生变到 原基础其他总额收益的 累积变动是400万 那是没错的 当初900万取得的 到今天400万 假定假公司在取得 对已公司10%的股权以后 双方没有发生任何类部交易 也没有派发现金股利 除了实现金利润之外 没有其他所有的权益变动 假公权到金利润10% 提取阴影工具 不考虑其他因素 加明看分析 在06年3月1号 追加投资以后 公营加公营 确定它的 初始投资成本 公营加公营 另外 请注意 原先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确认了其他增额收益 今天要不要赚 这个要赚的 挂见了呀 原来你是金融资产 我视为10%的股权 全部处置了 那你想一想 如果你的金融资产处置了 你的其他总额收益 要不要结转 当然要结转 装哪儿 留存收益 份额算一下 根据你们的条件 今天是1.2个亿 乘以22%的股份 2640 成本是大于份额 所以不调整 那如果我是出题目 我会在这是小鱼 挖一个坑在这 很简单的问题 就看你细心不细心 那下面编制分路 借长期股权投资成本 公云加公云 带银行存款1800 带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这个是公云 这个我得提醒你一下 这是账面价值 有人说 这怎么回事 你怎么账面价值 不是说公云加公云吗 是因为这道题 它本身今天的公云价值 就是1300 等于账面价值 所以这道题 在这儿没有差 我们截转 必须是按照 账面价值截转 你原来账户上 净额多少 今天就按照 账面上价值截转 截转以后 这两个明希科目 就为零了 而不是错误的误导 为按公云价值截转 是因为它的公云价值 正好就是账面价值 然后将以前的其他 综合税转到留存收益里面 OK 那下面我把题目 稍微改一下 假如在3月1号 这一天的公云加了1500 我这么写一下 你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那你今天公云加公云 1500加今天的1800 公云加公云是3300 没错 带银行价款是公云 然后这两个加在一起 实际上是扎面价值 扎面价值1300 公云价值1500 有个200万的差额 这个差额 记住流程收益 因为你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好 给大家说明一下 也就是我们做题目 是要细心一点 教材题目就说个简单的道理 那么也许我们的题目 它改为1500 你怎么做 另外一件事 跟刚才一样 那个400万转到流程收益 这没问题 一样的 好 这是第一种情况 原先是公云价值 计量的金融资产 然后追加投资 具有重大影响 转为权益法 而且举了一个例子 是一个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那如果这道题 改为交信金融资产 其实更简单一些 那他就没有那个 其他中国收益的问题 差额就是投资收益 下面我们来做一道题 这是2020年的一个多许 甲公司持有乙公司 3%的股权 对乙公司不具有重大影响 甲公司在初始确认时 将对乙公司股权投资 指定为也是指定 指定为以光云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 进入其他中国收益的金融市场 2018年5月份 甲公司对乙公司增资 增资以后持股比例20% 重大影响 不考虑其他因素 下列各项关于 甲公司对乙公司股权投资 会计处理的表述单中 正确有了一些 多选 其实你不用看选项 如果这道题让你 那请会计处理的话 首先今天增资以后20% 那是按照光云加光云入战的 然后原先是金融市场 而且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今天转为长期股权投资以后 要将原先记录 其他综合收益的金额 转到流传收益 主要是这一些 A选项 增资以后 原持股比例3%股权 在股权期间 光云价值变动的金额 不就是其他综合收益吗 要转入增资当期的省益 对错 肯定是错的 这个要转到流传收益 因为你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指定的 B 原持有3%股权的光云价值 与新增股权 新增投资 而支付对价的光云价值 两者之和 作为它的初始投资 这是对的 光云加光云 C 增资以后20%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 那么小于份额 进入增资当期的当期损益 对错 这是对的 营业外收入 成本大于份额不调传 成本小于份额 营业外收入 D 对以工资增资以后 改为按权业法核算 对错 这也是对的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CD 三个选项 好了 那么这一节课呢 我们主要就学习这些内容 那下节课我们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